欢迎回来 今年的台北数位艺术节 邀请了欧美和亚洲各地的艺术家 带来精彩的数位艺术作品 有艺术家用雨伞搭配电影 《万花西春》的主题曲 呈现一件动态的雕塑作品 还有艺术家每天用 可以录影和拍照的数位手推车 去台北街头收集垃圾 我们一起来看艺术家们 做了什么作品 好莱坞经典电影《万花西春》 主题曲响起 八支雨伞排成圆形 跟着歌曲节奏旋转开合 就像是用雨伞跳起舞来 这是艺术家彼得的作品 我其实想要几乎几个作品 这就是我第一次试图 用作品来制作动作 基本上当颜色的颜色 开门和关门 它们制作的模式 它们制作音乐 艺术家突破传统媒材 经过数位科技精密计算 想要呈现出会动的雕塑作品 还将八支闪亮的踢踏舞鞋 摆成圆形 完全由机械操作 呈现出踢踏舞的音乐会 国际数位艺术节 邀请法国艺术家 菲利克斯来台驻村 现场展出的木块 石头枯树枝 都是艺术家骑着脚踏车 和数位手推车 漫游台北收集而来的 他说这台数位手推车 能录影拍照 不过跟Google街景车 很不一样 Google街景车 只能拍摄一张照片 在街上 像是一家旅游人 或是一家旅游人 你能看到街上 与数位手推车 你能看到更多 因为我拍摄 秘密计算后 艺术的无限想象